傳說唯一一隻死掉不會被罵的角色 也是唯一一隻怕死就不要玩的角色 更是唯一一隻 卡殺對手不能按瘋塔的角色 他就是艾瑞 拿輔助的Mint 換掉對面核心輸出的Mint 這樣的一換一 或許覺得哪邊賺了 但死亡期間 看不到的利益價值太多太多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這場要玩艾瑞輔助 這個版本解控裝備冷卻變成90秒 這意味著控制角色會大幅度變強 像是達爾西和洛里昂都會變更強 再來就是這版本的戰士型輔助 會更加崛起 就是帶著滅絕一直無腦的 去換掉對面射手、法師 甚至打野的性命 那艾瑞我覺得是蠻典型的 塔殺對手不能按瘋塔的角色 他一按不好意思 你家的射手法是死得更快 艾瑞前期就很強 你只要一技能保持著三顆獸靈 你看你被三個人圍毆 人家都很難殺得死你 血量一直回 死的反而都是你的隊友啦 那在前期肯定要入演 因為對面的角色 前期比較劣勢 他們在還沒有四等之前 你會比他們更強 那我這邊很猶豫要不要交瞬移 可是對面好痛好痛好痛 最後瞬移交了 沒有死掉 超讚 艾瑞死掉比較不容易被罵 因為我有把握 我能換掉對面的射手、法師 或者是刺客 那他也是唯一隻 怕死你就不要玩嘛 我看到很多人玩艾瑞 艾瑞就是要拿自己的血量 去跟對面互換 那很多艾瑞明明滿血 他又不敢綁 因為他怕綁了之後 反而自己死掉 那也有很多人玩艾瑞 就是不塔殺的 艾瑞的精髓就在於塔殺 塔殺的時候教你們一點 先走進塔裡面 扛個兩三下 再去綁那個人 因為塔打你的傷害是越來越痛的 他是疊加的 所以你走進塔下 第一時間先不要綁人 反而是先讓塔打個兩三下 讓那個傷害越多一點越高 你再去綁人的時候咬下去 塔打你兩下 那個射手或法師 一定會死在塔下 而且對面不能按封塔喔 因為前面有講過 人家按封塔 塔連去打你兩次 那個綁人的傷害 更驚人更痛 遇到艾瑞 被塔殺人也只能摸摸鼻子的啊 那現在就跟著射手一起壓塔 不過現在還沒有五分鐘喔 我走到塔下 那個井喔 完全不敢往前 他只敢往前去清兵啦 那這邊沒有兵線 我也綁不到他 就算了吧 你只要用了一兩次 對面的外塔就會被你磨掉 現在遊戲才四分鐘 對面外塔已經被拔掉了 我們一樣可以大拉拉 走到人家二塔裡面 扛個兩三下塔 但發現沒有人可以綁 你就不要再扛著塔了 那艾瑞一定要帶瞬移啊 遊戲艾瑞我都看他帶治癒 千萬不要啊 那我這場是出滅絕 幫我補一點點的傷害 因為對面沒有什麼控制角色 所以我不出那個解控裝備 那這個藍呢 我看了一下 是沒辦法錄的 艾瑞大招綁人 你要拿自己的命 換對面的命的關鍵 就在於說 你的血量一定要比 你被綁的那個人還要更多 像我現在血量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就比較不適合再去綁人了 因為我看到對面中路很多人 所以我一定要往前給一點壓力 你看對面的人都退回塔下了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 我殘血吧 有可能是因為對面突然5隻都在中路 所以他們直接衝出來打架 我們這邊只有4個 因為蘇斯在下路啦 所以這波很明顯就爆炸了 但也沒什麼多爆啦 我在死之前 有把那個對面的潘因 直接綁到殘血 還可以 那我們弗洛倫他還蠻滑的 艾瑞的裝備 我也要建議你 去出多一點那種 加血量的 血量越高啦 你綁完人之後 自己比較不容易死掉 那我現在是有瞬移的 扛兩下塔 第三下之後 瞬移直接綁井 這個井一定會被我換掉 那雖然是1換1 可是這樣長時間換起來 那個井整場幾乎都在等那個冷卻時間 而且他也不敢出來打架 他在死亡期間 塔可能會被拔 那龍可能會被我們吃掉 反正我們死的是輔助 那對面死的是射手 就算對面一頭落骨要圍我 死之前我們綁個夜叉吧 你還是可以換到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艾瑞死掉不會被罵 因為死之前我還能帶掉一隻 王艾瑞被圍毆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是 什麼時候該綁人 因為有時候你綁下去 對面不見得會打你 不打你的話 他的隊友就不會死掉 所以就是在你大概血量一半的時候 對面技能全揪到你臉上 那時候綁人是最剛好的 像對面夜叉 這場怎麼死了5次 該不會是被我們弗洛倫滑爆的吧 那復活之後一樣 我們 對在溫泉的時候弄個獸靈出來 而且艾瑞我第一個印象就是 他好像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他這個造型 我真心覺得好像不錯 因為他是性感遊戲 什麼艾瑞的造型 有鬥如狗 那我現在帶了兩顆獸靈 一樣要走去前面 看有沒有機會塔殺人家 或綁個人 讓隊友擊殺 都是可以的 我剛剛看到 塔下有個景 那我們的目標不是塔 而是上路那個 潘因 喔 被圍毆了 這邊被圍毆也不要急 因為我說過喔 你太早綁 他們不會打你 像這邊 我直接綁到那個刀鋒 但是我們家的 伊格先死掉啦 那我臨死之前呢 是先換掉了對面的刀鋒 而且最後我居然沒有死掉 可能是對面沒有出拘魂嗎 我剛剛的血量有點鬼耶 那隊友都靠過來了 你們注意看喔 我的獸靈就轉一波兵線 我的血量就可以回半條左右 那轉兩波兵線呢 你的血量就可以快滿了 唉對面怎麼團滅了 他們全招應該都是 灌在伊格跟我身上啦 那趕快趁這個時間摸塔 對面現在就一兩個人復活嘛 所以壓塔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我最怕最怕的 就是像這個時候 刀鋒跟潘因一起進場 我剛剛的瞬間 配潘因的二技能沉沒到 所以大招不能用 然後我們的輸就被秒掉了 到我死之前還有帶掉一隻潘因啦 算是還可以還可以啊 玩艾瑞真的不要怕死 你看我這場的戰績 死的次數是真的蠻多 可是我在遊戲結束之後 我居然還拿到 銀牌坦克耶 銀牌坦克耶 就知道這場有多坦 那因為我是用綁的方式 所以我的輸出這場也會蠻高的 結束之後你們可以自己看喔 那現在就是看隊友秀啦 我們弗洛倫真的滑得蠻好的 果然在這個版本 弗洛倫已經有被消了喔 他被消之後 居然還可以滑得這麼好 你就知道弗洛倫這個角色 單挑真底強啊 真底強 這邊一樣就往前壓吧 看是要塔殺什麼都可以 你給足對面壓力 通常他們很難打 綁了一個潘因 可是沒什麼傷害 我以為我們的蘇要死了 結果他秀了一波 還反殺了那個潘因 666 上路有兵線可以推 弗洛倫又滑進去了 那我的大招還在冷卻喔 我頂多只能幫他扛塔 這樣子弗洛倫就可以在裡面 滑很久很久啊 就不會被塔殺掉 那我的狀態不是很好 可是兩座高地 好像沒辦法 要退要退喔 我這邊不是很想打 因為就算我大到冷卻喔 我這個血量也很難換掉對面一個喔 那可能是因為大順風啦 隊友都打得還不錯 那帶個兵線 上路又可以摸他喔 那弗洛倫又滑進去了 我要綁的人就是這個潘因啦 潘因很痛 綁起來 所以弗洛倫沒有死掉 死得罰死我 我被那個塔打死了 遊戲也結束啦 這場我的艾瑞死了6次 我一樣是拿到銀牌輔助 可能是我的承受傷害很高 而且輸出又很高 承受傷害4次拍 輸出居然是呂夫人兩倍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